非常好用 我覺得比你自己寫動態網頁還要更好用 動態網頁寫半天還沒這個功能 對不對 而且動態網頁第一個你要架Web Server 第二個要安裝一些相關的程式 比如ASP.NET 你還要去架ASP.NET的相關的元件上去 然後在Database Server 你可能就是架SQL Server 不然就差一點用SQL Server Express 那如果用PHP的話 你也是要加一個PHP的看哪一種 Apache或者是什麼的 然後也要去維護那個MySQL對不對 那你還要擔心會不會被駭客入侵 如果說你是用XP架的 是以前有人用PHP架在XP上 你要擔心現在微軟已經不維護了 那隨時可能會被攻破 對你又要再去想那些防火場的問題 蠻麻煩的 那如果有這種問題 而且你的需求非常簡單 就只是取得客戶端的一些簡單的訊息 然後這個就好了 所以這個怎麼做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一你到雲端硬碟上面 雲端硬碟的位置應該都知道 Google上面的雲端硬碟 第二個的話就到這邊建立一個什麼 表單 第三個就是看你需要什麼你就先想好 標題 副標題 是什麼資料 比如說名字就單行 雙行 單行 雙行 單行 多行 這些 這邊的話你可以 單行 多行 單選 和選 副選 大概我是會用上面這三個 其他大概 上面四個 單行 多行 單選 複選 大概就夠了 然後 按完成 需不需要一定要填 如果需要一定要填的話 這邊要打勾 email信箱如果有驗證規則的話 你可以去把它進階的地方點一下 這個功能也是新的 而且目前我看坊間 還沒有一本書是專門講這個的 其實與其教你們去寫那個 ASP.NET 或者是PHP 導入先教你們這個 這個就一下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了 而且很多很多公司根本不太需要 去做那些事情 但是還是要去架那些 server 如果懂得用這個方式的話 這個用多行的 進階裡面看需要什麼 一定要寫資料的話 你可以文字最少要寫幾個字 最少要寫十個字 如果沒寫十個字 可以顯示錯誤出來 這也可以驗證 你可以發現 這個以前在在用那個 PHP或ASP的話花很多時間 這個都不用 那就傳送表就直接完成就傳送表單 那傳送表單這邊就有一個連結了 將來就把這個連結 放在那個超連結上面 也就可以了 這個連結 將來我可以再把它放在QR code裡面 放在那個 go.go 所以你們第一次上課有填問卷 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那做完之後不是馬上有一個圖表 也是用這個做出來的 這東西太好用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上個禮拜有講到 所以順便把它 把這個